新大人警察署 早餐 太高一瓶了 人呢 新大人警察署 早餐 在裡面是選一個菜鳥女 旅行警 為什麼別人跟我講說安全吧 對 她就是一個 可以把自己就是五方的 好像很厲害 可是其實只是一個菜鳥的女警 那不過因為她就是對警察這個行業 抱有非常大的熱情 然後她在距離也肯定說過一句話 為了聲當爭議吧 給你幹 今天有什麼味道 因為她天生的嗅覺相當的好 所以 在裡面可能因為很多時候 警察辦案不免會接觸到一些屍體 然後 或是去一些特別的地方 比如說大尼社啊 然後 賓民館啊 那那些都是會味道特別強烈 甚至刺鼻的地方 解剖室 所以一瓶的好鼻子 此時就變得非常困擾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她在裡面很多場戲呢 所有其他的刑警或者是 你叫什麼 那個 髮衣 對 他們都戴著口罩 可是一瓶呢 她除了口罩之外 她還夾了一個非常緊實的金屬夾子 就是我在裡面給她的一個更有別於人的一個特色 就是她嗅覺非常的靈敏敏銳 那她也運用這一點呢 就是想要訓練自己成為一個 因此而傑出的警察 所以她常常會 倚靠著這個來辦案 然後 常常是破案的關鍵 一誠很可愛 一誠是一個一直在她的工作裡面 一直在求進步的一個人 即便說她已經得了兩個獎了 全台灣我覺得有幾個 我覺得很值得敬佩的女性 其實她算是一個 因為 第一就是她對戲的時候很認真 光對戲就很認真 然後 整個劇本她都會弄得很清楚 她的角色要做什麼 我覺得跟她對戲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 我記得她們前一天拍那場的時候 她們只睡幾個小時 但是呢 整個狀態都還是維持得很好 一休息的時候 就陰在那邊睡覺 可是一上戲的時候 欸 整個人精神都來了這樣子 像依存很多時候眼目就這樣 哇 好迷人喔 她有一個那個天蠍座的那種眼神 她可以做到 在很放鬆的狀態 可眼神裡面充滿了洞場 因為我之前有演過 類似像那個 密室破案的那樣子的戲 很想 欸 老是早點看到依存 迷人的眼神 我一定要學起來 我覺得表演就是 有興趣 她就自然會 互相獨立吧 依存是一個很 用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